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两天的一个热门消息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昨晚结束 152万考生通过了资格审查 一方面最热岗位的暴露比达到了7192比1 另一方面有72个零报考的冷门岗位 鲜有问津 为何冷热两重天 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又有哪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本次考试的报名人数为152万人审查合格 而本次国家要招录公务员的岗位总数为1.9万个 这也意味着平均每一个岗位有77人竞争 据统计有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了1000比1 有72个职位无人报考或无人通过资格审查 这些职位大多数为艰苦边缘地区职位或特殊专业职位 77比1这样的一个考录比 再度刷新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实行以来的一个记录 其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 研究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竞争最为激烈 考录比达到了7192比1 记者发现报名人数过千人的岗位普遍门槛较低 像国家民为这一职位要求学历为本科级以上 政治面貌及基层工作经历均无限制 专业范围很广 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和管理学 专业范围广再加上报考的门槛低 是造成报考人员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 眼看着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 最高的近万人争抢一个岗位 这样的趋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社会环境给那些勇于探索年轻人 给他们提供的那种环境 是不是给予足够的宽容和支持